别人抓了一只村民最讨厌的鸟 你们猜一下是什么 走赶紧过去 原来是一只喜鹊 村民的确挺讨人对货的 而且脾气也异常的暴躁 看一下 把两个老爷爷给咬成这个样子 看了刚才那两个老人家被咬之后 我赶紧弄了一双手套 这咬的还是很痛 这个嘴巴太狠了 我要给它放了 刚刚他们有四五个村民跟我讲 千万不要放了 这东西特别害人 最近大家都在种玉米 还有种菜 刚刚他们跟我讲 有这种家伙 他们根本就种不成菜 破坏力特别强 一群一群的 的确是 在我们这里 村民最讨厌的鸟 就是这货 哎呀 我们给它放了吧 毕竟喜鹊现在正在繁殖 说不定他们窝里面还有鸟宝宝 以后注意一点啊 哎呦 咬人好痛啊 去吧 哎 祝你好运 看到没有 这个就是为了吓唬喜鹊的 现在很多菜地里面都有 但是没什么作用 这个季节喜鹊都在繁殖 而且我们这里的数量特别多 所以必须要给它放的 一只红贼南雀 这东西我们这里也异常的多 刚刚把那一只喜鹊放的 这一块地里面又来了两只 你们看到了吗 刚刚说让我不要放的 就是这一家的主人 他这一块地里面种的都是玉米 一大群喜鹊经常在这里 这帮喜鹊让它损失的不少 希望这帮喜鹊学聪明一点 下次不要被抓到了 这红嘴南雀 在这里捡别人的苹果 来 我们把设备架在这里 观察一下他们 电影 有什么 谢谢大家